出棒 有機會成為安打喔 剛好越過了 這個游擊手的後方 雖然就不是很扎實 但是這個距離夠了 雖然有一點擠壓 不過他打出去是一個小瓶飛球 還不是一個高飛球 高飛球的話一定有機會到位 打得不是很扎實 但是就落點好就好 還是可以上壘 現在是兩出局的那程程輝 打高了 得不及壘上的保守有動作 那也上空的飛球 一壘手過來處理 沒接到啊 上三壘啦 大失誤啊 這是失誤耶 因為已經就定位了 已經讓開了 那也這樣 最後掌握球的落球點 出現了這樣滿嚴重的失誤 縮著手打沒有好 三壘手沒接起來啊 老的出包換小的 林子豪這個失誤呢 再掉了一分 哇這真的是在 綁球場上最怕的就是這種 烏漏偏縫連夜雨 而且會傳染的 你從球員是一回事 你有這個經歷 然後你後來帶隊 你的教練團也會 一定也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其實來講的話就是說 當然兩出局之後被神聖輝打 還好這個球場上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那打了一個內野飛球 是由內野最有經驗的成功機來接 不講一字 鄉老人 是可以估計 吉他 ? 要有了 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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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